请问2022年了你有新的愿望吗 有 欺负我的天天迷路回都回不来 利用我的天天掉钱500起步 不想我的天天死机修都修不好 对我忽冷忽热的天天尿床晒都晒不干 刷到点赞的天天发财花都花不完 请问都说你有财 我说一个字你能出口成章吗 可以啊 了 了如指掌 掌 掌上明珠 珠 珠莲碧合 合 合合美美 美 美貌佳人 人 人见人爱 爱 爱是你我 我 我是你妈 哎呦 中国最大的骗子就是父亲和母亲 你问他们身体好吗 他们告诉你很好 你问他们缺什么吗 他们啥都不缺 你说带他们去旅游吧 他们说晕车 到外面吃饭吃不惯 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你是他们生的 他们心疼你 花你的钱 他们不舍得 请问为什么女人越来越不依靠男人了 还依赖啥呀 她照顾自己都够呛 以前的女人找男人是为了遮风避雨的 后来才发现所有的暴风雨都是她带来的 以前的女人觉得嫁了人就有了家 后来才发现嫁错人的女人是没有家的 女人如果嫁对了人 她会觉得对方如兄如父 但是如果女人嫁错了人 她会觉得自己多了一个儿子 而且还是个逆子 请问你觉得女人应该离婚吗 反正我觉得作为女人只要结婚了 这辈子打死都不会离婚的 为什么呢 过好了 她就是你亲爱的老公 过不好就把她当作挣钱的长工 跟谁过不是过 跟谁过都得洗衣服生孩子做饭 说不定你甩掉个猪八戒 换来的还是一头猪 就这样再换不还是个男的吗 你说对不对 请问过年回家要是亲戚问我做啥工作 我该怎么说呢 如果是保安 就说是区域安全系统监察员 那搬转的呢 耐酸碱高温固化材料传输员 开出租呢 公共交通系统自动化运输设备操作师 那要是送外卖呢 人类基本生存保障物质传递者 那网管呢 共享计算机网络财务总监 快递怎么办 那只不过是一个受万圈少女 朝思暮想的男人 请问你觉得世上最难做的两件事是什么呢 一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 二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前者成功了叫老师 后者成功叫老板 两者都成功了 那就厉害了 叫老婆 如果在过年的时候 你没有收到我的红包 请不要怀疑我们的感情 我只是单纯的没钱而已 如果你不信 我可以把我送给你 管饭就行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